女人生孩子难产 她大喊千万不能留这个孩子 医生只以为她是痛苦而说的胡话 顺转剖取出孩子后 可惜母亲没有坚持下来 外婆逗着刚出生的孙女 而旁边死去的女儿 她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转眼18年过去了 当年出生的婴儿 已经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姑娘名叫韩梅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外婆家 来上寄宿的大学 找到自己的宿舍 她刚打开行李箱 就看到了外婆放进去的一本书 这本书周围似乎带着能量一样 同时一个东西 从韩梅的脑后钻进了她的体内 此后 这个东西开始通过韩梅的眼睛 查看这个世界 来的女孩是韩梅的摄友名叫露西 她大胆活泼 热情地和韩梅打着招呼 这时韩梅的电话响了 是外婆打来的 电话里 她又反复命令韩梅 不能穿太短的衣服 更不许接近男生 从韩梅的衣服也能看出来 她外婆非常传统封建 韩梅借口说要上课挂断了电话 室友看出了她的窘迫 鼓励她学校不是家里 可以随心生活 接下来的日子 露西带她参加各种活动和游戏 虽然有时韩梅还是拘谨自卑 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期间 她还认识了帅气的学长李雷 女卫月吉者荣 韩梅也想涂点口红装扮下自己 这时 卫生间的灯光开始闪烁 分不清是错觉还是真的 吓坏的韩梅跑回了宿舍 躺在床上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午夜 韩梅忽然醒了过来 看到外婆那本书掉在了地上 她伸手去捡 居然看到旁边站着一个人 那人不由分说 一刀扎在了韩梅的肚子上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看见时间已经晚了 韩梅赶紧穿衣服准备上课 室友却问她肚子上是怎么了 她低头查看 发现肚子多了一道疤痕